你们两位年轻有位 大有前途 谢谢周总 特别是蓝总 有一种书生义气 老朽十分地欣赏啊 还好 难得大家都这么有缘 周总您看 咱们是不是今天 就把这合同给他签了 好 好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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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今天呢 是大喜的日子 早就听说 这个周总的这个书画 堪称一绝 是 能不能在这个 吉祥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读你的风采 让我们有一个好彩彩 好好好 妈妈 别去 我爸不让我去 不让你去就不去啊 真听话 那咱们去了 他生气怎么办呢 这以前不去 这次也得去 走走走 你怕什么呀 我不是陪着你的吗 高山流水玉之音 高山流水玉之音哪 那老朽就现丑了 听 听 您真的不能进 您让他点 您真的不能进 我有很重要的事 里面有很重要的会议在开 您真的不能进 我有事比他还重要呢 您让他点 请您稍等 您让他点 来 王小 走 站在那儿 瞧我 对不起 打扰一下 来不成 请你出来一下 洪姐 有事吗 请你出来一下 能不能 等我忙完了 然后 对不起啊 周总 您请 您继续 你放手 我干什么了 我 我咋了我 哎 吴成 你还是个男人吗 连做人基本的底线都还没有了 放手你 不是 王母亲 你要管吗 你想干什么呀 你家里老财子都不管 你哪有心思给别的女人吃饭房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管我 你那好事吧 你不要在这里 撒不住 你不要在这里 好 周总 男子丸 咱们以后再议吧 周总 周 玉彩 玉彩 你这是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他蓝桂成 我跟了他这么多年 为了这房子我吃多少苦啊 他认识你女人才几天 他就给她买房 他给她买房 房子说明什么 房子说明他们是什么关系 你不过是听说而已 你说什么也该调查一下 或者你跟蓝桂成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你跑到人家办公室去闹 大吵大闹的 你知不知道要尊重人啊 他尊重我了吗 你说他尊重我了吗 你跑到人家那儿去闹 人家会怎么想 人家只会觉得你不讲道理 我不讲道理 倒是我不讲道理 这事实上还有天理吗 不管你多有理 你到人家办公室去闹 就是没理 你怎么这么说 小欢 这么些年我为了房子 我受了多少苦 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 你不是不知道对不对 我把我一辈子 最美好的时光全扔进去了 就是为了这个房子 她可以给那个女人 什么买金子呀 买银子呀 买书包啊 什么买 买衣服啊 你别让我知道啊 对不对 你有本事你别让我知道啊 现在大好 所有人都知道了 就我不知道 为了这个房子 我受了那么多的罪 我都人到中年了 我专业 我的公职全丢了 我都那么大 岁数我去下海 我去挣钱 我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累 我好不容易有了日子 可以翻身了 我好不容易熬到头了 这才几天呀 现在大好 生生的被人这么插了一杠子 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 我 我 来了 好好说话啊 桂成 回来了 小花 我回来 取点东西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还知道自己有家呀 孟琪 孟琪 你让开 我不让开 我看你脸皮有多厚 你给我说清楚 你先别走 你给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给你女人买房 你给我说清楚 文宏琪 我再给你说一遍 我没给她买房 你骗谁呀 你们全公司都知道了 文宏琪 你现在看看你自己 跟破妇有什么区别 我是破妇 你照一照镜子 有谁还愿意看你 是啊 你眼里哪有我呀 你只要你什么活 要不你怎么给她买房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没给她买房 就是买了 逼返人了 你又敢回来 你又敢回来 我别吵了 他看你们为人父母的样子 还真识分子呢 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还真识分子 我还真识分子 小成 爸 爸 我不想让你走 你自己走 我逐完差就回来了 你哭上了 还好 爸爸答应你 我逐完差就回来了 赶紧 回去擦一擦 林子汉 那事别老控 来 妈 我能出去大床吗 来吧 来吧 来 来 喝酒 干好了啊 妈 你为什么又把爸爸赶走 别瞎说 妈妈没想把爸爸赶走啊 那你们就喝好呗 老这样吵的话 爸爸就不会回家的 他要老不回家就不好了 别乱想 睡觉 不许多看